这就是传说中的海人马 纳克拉维 造型看上去确实有点吓人 动物王国末的已经更新 我们看出现了两张新的地图 首先是这个岩浆地图 左侧这个头骨可以解锁僵尸龙 看上去有点惯 接下来这幅地图叫做审判大厅锤柳林 树楼上插了一把长枪 源自于苏格兰神话的一种令人厌恶的恶魔 海人马的护膝能导致龙作物枯萎生出生病 试试它的战斗力 可以看到它的后方喷射出有毒的气体 而且它是用长枪进行攻击的 血量大概有七千多滴血 战斗的时候能发出恐怖的嘶吼 上半身看上去有点像超大巨人了 诶 被一个树巨人给搞定了 面对于群人的时候感觉比较管用啊 它的这个毒气威力还是挺大的 从尾部喷射出毒气 有点像英雄联盟炼金术式的感觉 注意看这里 它可以把它的枪投出去 这个枪投出去的一瞬间 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毒物爆炸 对范围里的敌人造成伤害 还挺实用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恐龙了 有的人说它是史前战绩里面的僵尸龙 大家觉得呢 这种大型的怪 一般都是青小怪比较厉害 好的 它释放大刀的时候 身体变绿 然后喷射出红色的毒气 这个毒气可以让人变成丧尸 再来细事 打仗直升飞机 哇 狮千巨兽 打仗直升飞机 我觉得这个史前巨兽 怕比这个直升飞机更厉害一点 一个毒气攻击直接秒掉到上面的驾驶员 再来对战一群牛哥 以别说这毒气攻击的伤害还挺高的 牛哥被毒气消灭之后直接变成了丧尸 并没有继承全部的血量 此时后面的牛哥也冲了过来 直接把这个僵尸龙打倒在地 不过这个僵尸龙它倒下之后也会变成丧尸 哇 这个特效做得挺好啊 这里的骨头都清晰可见 这就是僵尸龙的能力 接下来是岩浆地图 我们看到中间这一大堆 像是冰块一样 一站在上面就会往下面掉 而下面就是滚烫的岩浆 哇 这群疾兵站在上面直接就掉了下去 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这掉血的速度是飞快啊 体型大一点的单位是不是掉得更快一点 哇 果然体型大一点的单位 直接就陷到下面去了 这一点非常的细节呀 其实这个火伤口也可以直接进入到岩浆里面 怎么样 有没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好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小伙伴记得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拜拜